2022年,11月2号星期三,股市早播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邦 周日中午的时候,我有一个策略会 我的观点是,报复性反弹一触即发 昨天报复性反弹出来了 而且大盘还走出了一个逼空行情 那么,今明两天重点是什么? 就是上周五这一天留下的跳空缺口 上周五的时候,这个最高点 这个位置,2974 距离前一天有一个7.45的跳空缺口 就是这个圈内啊,有一个跳空缺口 技术上讲,需要三天内回补 那么三天,昨天,前天 加上今天就是三天 三天需要回补 三天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主力做多的意愿比较强烈 其实四天也行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昨天就这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这一个暴涨已经代表主力和大资金的态度了 所以四天也行 那么重点就是,今明两天 把这个跳空缺口 就是这个跳空缺口 大家瞧 2974到2987之间 有一个7.45的跳空缺口 需要回补 如果不回补 那位问会怎么样? 不回补 记不记得我在教大家一个技术上的时候 这个位置 不回补 假如跳空上去 叫什么呢? 叫岛形反转 岛形反转将来还会下来的 这个位置相当于一个孤岛扔在下面 然后今天开盘跳空高开 之后呢一路向上 向上这个幅度不会大 因为这个位置还有大规模的一个岛形反转 所以今天不能跳空高开 这个位置 咱们穿了一个横格 就是在这个位置横着可以 但是得把这个缺口补上 再往向上 这样力度就大了 好 这个是一个技术上的分享啊 那么再说 昨天北上资金来了60多个亿 而且大家都看到了 这些个权重指标股大白马 可是纷纷大涨 而且争其斗艳 一个比一个涨得厉害 你要是涨八个点 那边就有打板 那昨天对应的是信创啊 还有智慧政务啊 软件数字货币等等 电子身份证 都出现了一个相对的回调 这个回调是个良性的 那么我们从技术走势图上瞧 出现了一个大涨 当序列低久大涨 往往这个大涨 它要是变成一个小涨 或者一个小阴线 未来的涨的速度会更快 如果这个是个大涨 那对应着未来的涨的高度 会受到限制 这个都是技术派 我们多年来总结出来的 这也是一个技术分享啊 大家可以自己慢慢的去用 等验证的时候呢 心里就明白咋个事 那么技术这个地位置 显示的是序列低久 这是啥呀 就是技术分析三原则吗 技术分析三原则 先有序列 然后到结构 最后再形成一个趋势 那日线上 现在这个位置可出现了顿化 日线级别顿化 就是这个位置 MACD的DIF值 拐头 这个就是顿化 拐头如果今天微微上涨的话 或者是今明两天 会不缺口上涨吗 那这个位置就会上穿 MACD的DIF值 会上穿DA 这样来讲就生成一个 日线级别的底背离形态 底背离形态就构成一个底部结构 那么未来上涨的时候呢 就才会慢慢形成一个上涨趋势 那好 现在这个位置 只要是不出现一个 很急很急的这种下跌 那么缓跌都可以 但是咱们强调的是 这个位置啊 现在这个位置 关键还是把这个缺口补上 那么这个对未来上涨的力度呢 都会起到一个加持的作用 如果这个位置不补缺口 跳空向上盖 那代表什么呢 那就代表着这个位置留下一个孤岛 那么讲来上去之后 它也会拐下来 拐下来得补这个缺口啊 假如大盘在这个位置 说不碰缺口向下跳 向下跳 小阴小阳是可以的 就在这个位置向下跳 可不可以 叫整理嘛 是可以 但是不能出现大跌 一旦出现大跌 那么就会形成日线图上的一个下降趋势 那现在通过技术走势图 我们看 日线图 这不已经出现了顿化 那么我们再看120分钟 120分钟图 这个位置也已经拐头 也出现顿化 60分钟图呢 和90分钟图 这个位置不当拐头 而且MACD的值 DIF已经上穿DEA 形成了一个金叉嘛 这个叫啥呀 这个叫做60分钟90分钟级别的底背离形态 构成了一个底部结构 那么现在我们瞧 大周期小周期 现在都出现一个同线共振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今明两天 只要不出现一个大跌 就可以 最好的位置是摆前面这个跳空缺口 就这个缺口补上 补上之后往上上 这样就比较不错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眼日线图 日线图这个位置 昨天呢 一个大涨 回到了黄色线上方 大家瞧 黄色线 这不属于 这叫五日线 属于刚刚修复五日线 五日线叫做什么 技术上百五日线叫做短期趋势线 那么也就是说短期趋势将将修复好 今天慢慢涨的话 或者是这不出现大跌 那么五日线就会慢慢拐头 拐头就是一个修复的过程 那么向上只是一个修复啊 所以还要控制好仓位 那么现在我的仓位呢 是40% 今天假如回补缺口 或者今明两天回补缺口 那么在这个位置 得到一个确认 确认之后 我会加仓干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以上是个人的分享 没有知道别人的意思 我们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乌多地现在遭到大规模的轰什么炸 俄的这个普京不说了吗 这就是一个回应 因为他们以前 不对他们进行什么大调的事 那好 再说伊朗跟俄签署了一个 价值65亿美元的 叫油气合同 看到没 有很多人想 俄和伊朗 他们都是产油大国 那他们之间签什么油气协议呢 难道是 伊朗还要向俄买吗 他们有多的是啊 有可能他那个地方是没有天然气呗 好啊 我们只是谈一嘴 那么就是一 不惧美的制裁吗 那好 再说世卫组织 说现在的这个喉豆疫情啊 已经延续成什么 已经发展成国际关注的一个叫突发 那么这个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突发 现在得把喉豆当回事 好 我们说说隔夜的外盘情况 欧美股市涨跌户线 美股倒指跌了0.24 瞧瞧 他这个收出一个垂头线吗 纳指跌了是0.89 标普跌了0.41 像互联网啊 一些信书信息的板块 还有大型科技股啊 多数在下跌 我们中概股 多数在上涨 这个是重点 欧洲那边普遍上涨 涨的不多 但是研究还在涨 原油涨了是89美元 那么黄金是1650 人民币现在又下降一些 7.273 再说我们国内有色基础的期货啊 隔夜的出涨 那好 说说咱国内消息 央行昨天进行了一个150亿的逆回购 那么当天有2300亿啊 到期 相当于从市场上抽血抽了2150亿 那位就问了 市场上抽了那么多血 那大盘涨这么多是什么情况 现在不是抽不抽血的问题 现在是个人气的问题 那么只要人气来了 那么什么都行 这不就是人气来了 大盘就狂涨吗 北上资金昨天还净流入了61个亿 可是东财啊 流出这9个亿 东财大家知道是啥就行 那再说港交所那边 优化现货的交易 这个优化 那么主要是交易手续费方面 目的是什么呢 在结算上要提升市场的效率 好 再说五部门要全面提升一些 关于虚拟现实啊 VR啊这些东西的关键器件 还有内容生产的工具 尤其是专用的信息基础设施 这些东西 还有专业化的供应能力 那么到2025 2026年的时候 总体规模能达到3500亿 到时候可能还要超呢 那好 再说两部门推进社区的 叫适老化和适而化的建造 看到没 昨天也在发消息 是五部门还有多部门一起发 包括啊 一些个像咱们的社保 也在产与 那么这里呢 主要是要每百户居民 不单单有30平方米的一个活动场所 而且呢 还要把这种建筑面积60% 都要应用于这些个社区建设 那么这不还是适老和适儿吗 就是老龄化和儿童 现在咱们要多孩 那么必须得也有一玩的地方啊 好 再说央企第二批专业化的整合项目 现在集中签约了 现在专业化整合 那么跟过去的叫做 央企改革呀 还有等等 这些能不能是配套的呢 没错 那好 再说今年5G网络建设呢 已经超额完成任务 并且提前 现在刚刚是10月份呢 已经超额和提前了 那么有人现在喊 说5.5G的速度 5.5G啊 不是6G 5.5G的速度 说比5G得快10倍 咱们特别期待啊 再说第5届进博会 现在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进博会 大家知道吗 上海进博会 我们跟国外 现在正在开放国门吗 越打越开 越开越大 就是这个意思 再说港珠澳大桥 现在进出口货物总值 已经突破4800亿 有朋友说 港珠澳大桥上面 那个蒙可罗雀 车非常少 这个只是一方面啊 因为它可能连接都是在相应的时间 那么现在可不一样了 4800亿 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数据 再说发改委 近日要干嘛 第7批 我们今年的啊 第7批 中央冻储肉 又要下来了 看到没 现在猪肉期 猪肉价格 现在有反弹 尤其是昨天 也涨得不少 那么这个是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国家 现在不给平了吗 叫猪粮比 猪粮比在9比1 是适合 因为猪粮比 以前是定在7比1是适合 7比1 为什么7比1 7比1 是很多企业都赚钱 9比1 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一些猪肉 现在供应的有点那个不差 所以呢 提高点价格可以 刺激一下的生产力嘛 但是 第一的时候 记得不是多少 是5比1啊 那么这是一个盈亏比 现在到9比1 按道理 这企业应该正挺多呀 可是还有很多企业呢 现在不赚钱 为什么达到9比1呢 因为9比1 是国家新定的一个叫做 协调的预案机制 到9比1 那么这个位置呢 触发一个预警线 可是现在是多少 是9.66比1 都快10了 那么跟5比1 是不是都快换翻倍了 那么有人在讲 到底这个价格是怎么个形成呢 按照玉米 假如玉米每公斤 2.9元 折算 那么如果按照9比1 是不是应该达到26块 对 大家记住这个数就行 就是 玉米的价格是多少 你乘以个7 是均衡 乘以9 实际是偏高 但是现在物价不是涨吗 工资也在涨 那么费用大 所以9比1呢 是一个最低 现在 控制什么 就是为了控制 每公斤猪肉 不能过快上涨 好了 说说咱今天的操作啊 我现在是40%仓位 因为现在大盘看啊 现在在这个期间 还是刚刚收复五日线 这不就是短期趋势 刚刚修复吗 我们不能说 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个短期修复的时候 一定要加紧 就记住 这个位置 我们还得认真地 给这谨慎的操作 那我现在有什么 恒生ETF的叫医疗 还有正确ETF 元宇宙和反电池 四个品种 现在我已经把仓位啊 就现在控制的这些 同时 我掉了更多的资金 已经进场 那么就等待着逐步加仓 你像现在今年的热点 数字经济啊 还有年初的热点 绿色发展呢 还有最近正在火的 就是高端装备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中午我会把上午怎么操作的 到底咱们补门补仓 加个家仓 跟大家一起讲 朋友们 我们中午收盘见 好朋友们 好朋友们